这个男人全身都是巨龙 在韩国 纹身就是地位的象征 图案越夸张代表地位越高级 这天 小帅来到澡堂享受 却被一个智能所给拦住了 老板嫌弃他太蠢 起身想给他一点教训 可这布满全身的过肩龙 把他吓得不停颤抖 舒服过后 小帅又带着妹妹闲逛 可美丽动人的妹妹被校爸盯上 对方将他们抓到自家仓库 上来就对着小帅一顿暴打 更是将其衣服直接撕烂 可几人马上就后悔了 校爸更是被吓得整个人呆住 这样一个图案文满全身的狠人 为何会变得如此胆小怕事 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时的小帅是个黑帮大哥 他脾气暴躁 下手凶狠 可在一次酗酒斗殴时 却失手杀死了一个人 因此被抓进了监狱 在里面一待 就是十年 虽然无亲无故 但有一个女人总来看他 见小帅真心悔过 女人收他做了干儿子 并给予他一个笔记本 望他早日出狱 本没有念想的小帅也有了牵挂 他立下三届 不打架不喝酒不流泪 并认真接受改造 转眼十年过去了 出狱的小帅变得不再凶狠 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盼 他来到母亲家 却始终不敢抬头看对方 母亲则是像红小孩一般 紧紧捧住了他的脸 安慰他都过去了 不久后 小帅便到了修车厂上班 他想好好生活 所以做事勤恳 可却屡屡遭到混混挑事 即使被拳打脚踢 他也不愿再重蹈覆辙 只能一次次地忍受侮辱 日子就这样过了许久 小帅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他给母亲买了双心血 还给妹妹买了个相机 却唯独没想着给自己买点什么 看着两人高兴的样子 阿呆十分满足 一家人来到餐厅门口 用妹妹的相机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将会是一家人的最后一张合照 另一边 房地产的开发商明书 正准备收购一大区域来建设商场 而其中就包括小帅的向日葵餐厅 也正是因为收购计划 打破了双方本稳定的日子 这是我见过最有排面的男人 面对一群混混 他仅用一个眼神 就吓得对方双腿发软 更别说打砸饭店 只能带着小弟转身逃跑 原来在十年前 他也只是小帅的一个小弟 如今跟着地产老大明书混饭吃 明书为人心狠手辣 只要是他想要的就没人能阻止 他命令长矛尽快解决此事 于是趁着小帅不在 混混们将饭店打砸得不成样子 警告母亲赶紧搬离 等小帅回家时 看着满屋的狼藉 他心痛不已 于是找到明书 警告对方别再伤害自己家人 可明书却不以为意 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天 喜欢妹妹的笑爸又来到餐厅 他嘲笑着母亲愚蠢 收养了一个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 这个被母亲埋藏在心底十多年的秘密 竟被外人早已知道 小帅愤怒地抓住对方 可一旁的妹妹却被吓得崩溃 失去哥哥的时候他还小 并没有过多情感 可现在确认凶手做哥哥 他难以接受 母亲也只好道出事情 那是他第一次去见杀害儿子的凶手 牢里的小帅哭得很伤心 这让他感觉对方本质并不坏 在后来长期以往的探监中 母亲选择了原谅他 其实妹妹也在两人的日常相处中 感受到了这个哥哥的善良及疼爱 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 他来到天台 原谅和打心底地接受了这个哥哥 这天 母亲独自一人找到明书 他带来了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的 正是对方的所有罪行 原来十年前 自己的儿子会与小帅发生冲突 正是受明书指使 结果杀人不成反丢了性命 他警告对方 不想日记出现在警局 就别再骚扰他们 可明书有着顶级阅读理解 他决定不再骚扰这家人 而是直接除掉母女俩 以绝后患 这条女孩正走在路上 一辆摩托朝他驶来 一记重击让他瞬间倒地 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女儿 母亲崩溃了 他后悔与恶魔做抗争 也后悔自己对房子的执着 守护了一辈子的向日葵餐厅 在家人的安危面前一文不值 他决定将餐厅交给明书 换取家人的平安 小帅看着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生活 他也不想再惹事 交出房本后 卑微地祈求明书再给几天时间 看着昔日的黑帮老大如此第三下四 明书顿势飘了 他让小帅留下一只手 自己就暂时不找他们麻烦 想着受伤的妹妹 及绝望的母亲 小帅答应了 好在行刑的小弟念急救情 并没有伤到要害 可明书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因为记录着自己犯罪的日记 还在母亲手里 他命令长毛去杀人灭口 并找回日记 这边母亲正收拾着衣物 翻到死去儿子的照片 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下一秒 长毛从背后死死围住母亲 不给其反抗 直到许久后 对方断了气才肯松手 等小帅回到家时 母亲却被伪装成了自杀的模样 他的内心崩溃了 明明自己很努力地想过好生活 可为什么亲人都要离自己而去 他再次回到家中 却意外发现了一枚戒指 这让他顿武 母亲根本不是自杀 这一晚 他再也绷不住地哭了 也喝了很多的酒 母亲定下了三戒 他守约了十年 可今晚却已经破了两条 不久后 明书的新楼盘准备开售 他设宴邀请了许多人前来庆祝 可就这时 小帅走了进来 他质问明书为什么要杀害母亲 边说边把戒指丢还给了长毛 曾经的他暴躁凶残 却从不亏待小弟 现如今对方却不念旧情 残害了自己的母亲 小帅被现实逼得绝望 他也想做个好人 可除了母亲 所有人都在剥夺他的机会 他让当初没有砍下 自己手的小弟离开 接着丢出烟头 点燃身后的汽油 屋内燃起了复仇的火焰 十年前那个一挑食的黑帮老大 他又回来了 但这次 他为的是家人而不是利益 最后 他来到明书面前 朝着对方头部 没有丝毫犹豫的奋力敲下 想做回好人的小帅 真的有错吗 换做你又是否会给他机会